特朗普政府的博物卿蓬佩奧在他任期末日發表了他對新疆問題的定性 就認為存在著種族滅絕的行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定性 雖然無論他有什麼後果都好,定性本身這個字眼是一個很嚴肅的指控 但是在國際關係上演繹或研判出現種族滅絕之後,哪怕這是美國又會有什麼情況 其實在國際慣例,形容種族滅絕是有一個國際公約可以參考的 它叫做防止及情勢滅絕種族罪公約 這個是在二次大戰之後簽署的 基本上是回應了二戰期間發生的針對處,例如猶太人或其他族群的種族滅絕 在48年開始討論,在51年正式聯合國通過 怎樣為之種族滅絕呢,根據這個公約也有以下的定義 例如殺害該團體的分子,自使該團體的分子在身體和精神上受到嚴重傷害 故意令到那個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態之下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強制施行辦法以逃防止該團體的生育,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去到另一團體 這幾件事簡單來說就是希望去抹走他們的身份認同的身體 沒有了他們本身的記憶 將他們的下一代變成其他團體的同化對象 所以不一定是要像納粹那樣混在集中營然後去處決 如果沒有了一個記憶或身份傳承 根據這個公約都已經是屬於種族滅絕 但定義了又可以怎樣呢 在理論的層面是有幾件事可以做的 首先這個公約本身就是可以追究這些出現種族滅絕的地方的相關人士的責任 但裡面亦都說明是所屬國的政府的責任 如果是所屬國的政府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涉嫌去參與或者策劃種族滅絕的單位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這個例子都不少的 譬如說近來緬甸的羅興亞人 有些國家就指這個都屬於種族滅絕 昂山素姬的政府也都不承認 問題就是說就算是承認也好,那又如何呢 那何況很多國家簽署這個公約的時候 裡面是有一個很清楚的所謂的escape clause 那就是說到這個公約就不是包含了可以指控我們國家的行為 那無論是中國也好,美國也好 簽這個公約的時候都是有簽這一點 就是說我們同意的總數滅絕是不對的 但是你不可以追究我們國家的行為 這樣就變成了很難有所謂的追溯力 那理論上也可以交出來去ICC即是國際刑事法院審 ICC在整個國際化的體系就不是成立了很久 因為成立的時候是有大量爭議 很多國家都是不願意加入的 那他們最後願意加入的大國是不多 那中國和美國也都是沒有加入的 何況在去年年底ICC也都是決定了不去處理 或者不去審訊新疆那些疑似種族滅絕的行為 這個是ICC的部分 那理論上還有一條路就是說去聯合國安理會那裡討論 那大家就知道中國和美國都是安理會的上任理事國 那和本國利益有衝突的議案自然也會否決 那理論上美國定性了一個種族滅絕出現 那可以向倫國或者盟國施壓 就是不要和這些涉嫌有種種族滅絕行為的國家去做生意 那如果你施壓的對象譬如說是蘇丹或者當時伊拉克 那可能還有一點用 那對象是中國大家都知道是沒有用的 那怕美國針對新疆做了不少的制裁 也都是針對新疆的棉花或者番茄不允許去做貿易 但是在美國國內都是受到很多他們本身業界的壓力 所以說這一點純粹說施壓也不似會有什麼成效 但是又有什麼旺跡是看到有成效的呢 在近年美國政府所研判的種族滅絕 大概另外還有五、六宗左右 譬如說波斯尼亞、塞爾維亞族人針對著波斯尼亞、穆斯林的大屠殺 這場戰爭是當時很慘烈的 南斯利夫是本來整個東歐或者南歐最發達的國家 去到解體之後就成為了最慘烈的戰場 波斯尼亞就是戰場當中最慘烈的部分 在塞族人屠殺的行為曝光之後 後來塞族的政權也交了印出來 所以就拿了那幾個戰犯去到國際法庭審 其中一位還在當庭自殺 這件事對美國來說也彰顯了當時他的公義 後來出兵干涉也要有一個對立面 對立面就是這些塞爾維亞的軍閥 另一個例子就是盧旺達大屠殺 當時美國是不作為的 亦令到全世界都批評當時的黑林頓政府不作為 令到有七位數字的平民死亡 這個很誇張的屠殺比例 到最後盧旺達處理這個大屠殺的方式 就是因為全個國家的人都有份 如果全部都要追究 大家一起坐牢 國家就整個國家在監獄 就用了很多方式 例如用一個部落長老式的穿諾審訊 然後就說誰認錯 然後我們寬恕他等等 這個是類似大和解的一個方式 接著發展經濟就是現在的盧旺達 另一宗美國曾經很高調批評的種族滅絕 就是在伊拉克發生 當時還是薩達姆後塞恩的政權 其實在海灣戰爭之前 美國本來都算是他的盟友 亦都完全知道他境內的行為 後來又翻臉 薩達姆他種種滅絕的對象 包括了北部的富爾德人 他的親信叫化學亞利 就是用化武去屠殺富爾德宿人 我記得之後也有一個伊拉克北部的富爾德斯坦 當地是有一些監獄 就是專門記載著這段的旺跡 亦都對這個化學亞利有特別多的蝙蝠去評擊他 另外薩達姆的政權 他本身是少數派順尼派的 他亦都針對南部的10頁派進行屠殺 到最後美國就推翻他 在整個法庭審他 雖然當時在伊拉克的法庭審他 那這些種族滅絕的罪行亦都被列出來 但是後來因為怕夜長夢多 審了他有兩條罪 就已經將他處死 就是搞刑了 另一個例子就是在蘇丹的達爾富爾 這個大家可能都有些印象就是大饑荒 其實同時間都是伴隨著大屠殺 後來蘇丹的軍事強人巴希二十六台 這個也是前年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同步出現 就是蘇丹終於出現了變天 先是南蘇丹在大概10年前獨立 然後現在北蘇丹剩下蘇丹的強人巴希爾都落台 這個就是達爾富爾的種族滅絕 還有一單是比較近期的就是針對著ISIS 即是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就有極多殘暴的行為 牽涉到種族滅絕其實最主要是針對一單 他是針對著這個叫做阿茲敵人 他是信奉一個很古老的教派 跟整個中東地區其他教派都是不同的 就是崇拜孔雀的神明 有些人就稱之為孔雀教 其實這些是比較形象化的概念 正如說拜火教是否真的拜火 也不是那麼簡單 Anyway 這個是阿茲敵教派 我記得我去到伊特克北部的時期 都去過當地他們的聖地 這個教派的人就是在ISIS的進攻之下 就不斷被屠殺 因為人數本身已經是很少 所以才有可能真的可以連根拔起 國際社會最後為何去這麼團結去抗擊ISIS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他做這種種族屠殺的行為 是違背了基本上任何政權的共識 剛才我們說的這幾個例子 都是有共通點的 就是這些都是相對的中小型的國家 他們是可以被推翻的 亦都對美國來說是有能力去收拾他們的 如果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之後 新的政權亦都自然會很願意交人 將這些人交出來 無論是交給國際法庭去審 還是自己的新政權去審 甚至扔給美國當作戰犯 即是甚麼都好 但是你針對的對象 如果是新疆 剛才我們說的所有假定 都是很難去出現的 亦都很難用一個純粹施壓的方式 有甚麼改變 現在就面對這樣的兩難 拜登政府上場 其實拜登在競選期間 他亦都用過種族屠殺 或者種族滅絕這件事去形容新疆 即他競選亦都是這樣說的 到蓬佩奧這樣宣示之後 其實本身根據美國華盛頓的訊息 一直在國務院都有兩派 在特朗普的時代 蓬佩奧這一派就主張盡快 將新疆的行為列入種族滅絕的概念 特朗普就不一樣 覺得還有討價還價的空間 現在就是最後一天 同意了 其實都不知道整個過程是怎樣 總之是公佈了 而拜登的國務卿布林肯 亦都立刻說 他是同意他的前任蓬佩奧的定性 亦都是同意新疆出現種族滅絕 所以未來對拜登政府來說 定性應該不會改 問題是有甚麼行為 繼續去制裁一兩個人 就是完全像精色 你說不准跟他做棉花、番茄這些生意 國內是會有反彈的 有甚麼可以彌補呢 這件事就會是新政府 雲雲和中美關係有關的挑戰之一 而當我們閱讀國際社會 以前軍營這個名詞的討論的時候 又不妨參考一下 到了30、40年代 其實都開始有蛛絲馬跡 納少德國是做一些種族滅絕的行為 但是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是選擇性失明 覺得不是真的不信 而當時亦都捱得好 去到四、五年戰敗之後 集中營的上片的慘況才公告天下 很多德國人 無論真心也好 假意也好 都是說我不可以相信 我知道有些人死了 但是沒有想著 真是慘得這麼誇張 這就是為何當時二戰之後 出現了這個公約的背景 歷史是總有原因 亦都會不斷重複 大家都不希望在有生思年 我們再見到任何地方 無論在哪裡都好 再出現任何種族滅絕的行徑